如果你在睡觉前烧了这个荒野建造 那算你小子走运 保证你看完后立马失眠 四个单身青年不找对象 凭着自己惊人的手术 三天建造鳄鱼别墅 还心甘情愿的给鳄鱼做零食 同村的四个青年 大龙小虎老墨小驴 光着膀子来打野 看到一片草地溜点半秃 就立马拿起小铲子行动起来 幽黑的肌肤 健瘦的身材 配上精致的草裙 看得我直溜哈喇子 从白天挖到黑夜 大龙点上把火 绕着坑转了几圈 还直呼累得头疼 下面的那仨哥俩看得牙痒痒 想直接把这大哥交代在这里 得了 没办法 大龙只能装装样子下来看看 还差点把这草裙给点了 一连挖了两天 看这个高度 车掉梯子 隔四个就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 四人化身人肉挖掘机 边挖边往上扬沙子 要是上面有个人 估计得当场被货卖 小驴没忍住放了个屁 把自己寻够呛 四人赶紧爬上来 呼吸下新鲜空气 他们分凉土 二话不说继续开挖 整出个坡度 看来是平时玩跑酷 一边的小驴 因为刚才吸了自己 过量的生化武器 倒地不起 三岗哥哥很着急 马上给弟弟关上鸡血 画个大饼 小驴就地满血复活 又是半天的日光浴 几个兄弟晒得皮肤油光发亮 挖了个滑道楼梯 赶紧跳下去避避数 老墨小驴用单身 三十年的无情铁手挖个洞 想赶紧钻进去 大龙令三兄弟拿来竹子 像是要捎带手 搭个凉棚 横竖的竹条一绑 再胡上泥把 背后捏出个小造型 两条鳄鱼就许许不生了 还没忘给鳄鱼 整上两排24K黄金大牙 看样子是要做一个滑蹄 也不怕滑下来的时候 扎着定 不给鳄鱼吃鱼也就算了 还给鳄鱼嘴里涂满水泥 着实是有点 粪坑里点灯咯 着实呢 大龙小虎拿来不要钱的水泥 往坑里就是一道 老默小驴就是来了个手工打磨 砍几根竹子 捎带手就建了个豪华监狱 这波化地为牢 属实是让人佩服 把超大猪篮放到鳄鱼池中间 看是要24小时 全方位观察鳄鱼的生活情绪 两条大鳄鱼身上涂上颜色 旁边铺上草 兄弟四人就来到小河边 把竹子接到一起 解决水源的问题 饿了就冲碰抄起一只加拿大鹅 四个人分工明确 有人喝鹅毛 有人搭柴火 就地钻木取火 这波操作 看得我只能直呼过槽 隔着屏幕都给我整饿了 蘸点秘制酱料 就开始大块躲移 原来这哥四个是吃过呀 补充完体力 这坑里也注满了水 哥四个忍不住 下去游了两圈 大哥突然给老默说 我想吃鱼了 老默直接摘一条鳄鱼 放到池子里 又把大哥放笼子里 也给扔池子里 也不清楚是谁吃谁 可要是一个陌生人 不能就里 想来池子里游泳会啥样呢